賓夕法尼亞州一輛汽車撞入一棟住宅二樓造成重大損失 司機被送往當地醫院 車禍發生在Decatur鎮 消防隊救援人員在事故發生幾分鐘內就趕到了現場 並發現一輛汽車撞入一棟住宅二樓 救援人員先穩定好車輛防止造成更大破壞 然後將汽車移走 由於暴風雨即將來臨 救援人員在現場停留了大約3小時 並幫助房主在屋頂鋪上防水埗 司機撿被急救人員送往醫院 消防隊並未透露汽車使離露面 並發生車禍的原因 目前事故造成的具體損失還不清楚